使命召唤黑色行动 大家好我是谷歌 这个光棍节献礼 我没有加片头不浪费观众的时间 我们直接开始游戏 既然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大作 那么我们就不浪费观众的时间了 我是做了字幕中文剧情 那么我们先来看吧 一开始就是在一个这个靠温室里 老普顿 看来这个 故事发生的年代还是比较早的 大概是冷战时期吧 这个历史上确有欺人吗 讲的是古巴的事情 那么中南美或者说是 我想起前些日子玩 那个合级招命和平行者了 我知你当时骗了 我知你当时骗了 AFP 什么事了 我们都被杀了 现在我们的这个Mason好像思维有点混乱 在脑海里面显现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估计可能他是被注射了这种药物 土针剂之类的 然后在他这个周围的信息的这个刺激下 让他就回想起了那些事情 然后他就都说出来了 这种药物 那是什么需要? 他会在这里 那森林 我老森林 我们的攻击海洋 应该让他们处理 让你放进去 什么是EVAC? 他会有转移动等你 只是在那里 很好 你得益子 这个方形是古巴的军队 够狠 那么我们就开枪了 拿了这把应该是M16 还带有榴弹发射器 一上来最好把你的手枪也检查一下 我们玩过各种教权关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用教 这一带也就是将教学去掉 一上来就是非常激烈的战斗 这个时候会有非常多的警车来对我们进行攻击 我们可以使用榴弹发射器将它们直接解决 因为到后面榴弹用的次数也比较少 我选择的是普通难度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基本上这个不会发生像高难度下 这个敌人一高兴就把你一枪爆头那种情况 这个高难度这个应该是较V难度吧 V难度是连吃三枪你就得死 你要吃了两枪还没缓过劲来就吃第三枪 那肯定是要死的 区别就在这还有就是敌人对你的这个活力非常猛 这些警车其实你的这个队友就已经很猛了 一些警察和特种兵相比那肯定是不给力 给他赏一发 注意掩体 到这里要小心了 这里会有非常大量的警车过来攻击 然后把那条路组这时候的话当个火力避伤门 非常容易这个就把你打挂 这算是第一个会死的点吧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冲过来 然后我们看到Chimp Wines左上角的自动保存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车了 这个 这个小电风扇看到了吗 有没有这个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时候的这个车辆操作居然是交给玩家的 虽然说你可以稍微的操作一点 但是你什么都不做也可以 只要这个踩着油门按着RT键 我这个是Expo360用手机 这个不是手柄操作的 所以这个玩的比较渣 这个手柄玩的射击游戏 我就玩过一个光环 也没玩过多少 这个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是这样想的 不把游戏通关 然后再录 我是就是玩一关录一关 但是我把要把这一关打熟 尽量给大家这个多介绍一些东西 但是呢我不看后面的剧情 这样的话有一定的新鲜感 这样我们和我和观众们一起来这个了解这个使命召唤黑色行动的这个剧情故事 可以上来这个报名副调还有一个是给我们的 靠近了以后按RS键 哎我这使用的是手柄默认操作 按RS键就是右摇杆键就可以进行这个格斗攻击 其实操作的话刚开始可能不适应 但是适应以后还是比较好用的 可以合着队友 不要随便开火吸引到敌人 我们要做的是慢慢靠近 现在我们是要撤离吧 看来是这个卡罗斯他们的军队 哎他的人马已经这个杀到机场了 吸引他们的火力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 趁着这个其他的守卫空虚 我们就可以进入 哎按这个RS键 就是按一下左摇杆是奔跑 按按下就可以了不用按住 哎这里有个敌人注意注意一下 这个也是属于火力比较猛 但是还算比较简单 我们只要利用掩起 很轻易就可以把他们干掉了 手柄操作的时候是使用的自动瞄准 如果是这个金瞄的时候 哎是这个 会自动将忍心锁定到这个敌人的腹部 哎是靠近胸部就是差不多是位部的那个位置 所以说他不能一枪之灭 你可能要多开几枪 如果想要抱头的话 你可能这个瞄准以后 要立刻轻推摇杆向上 但是对于这个跑动中的敌人 你想用金瞄的话 基本上是打不动的 因为他锁定目标了以后 他不会跟着这个目标一起走 那就会停到那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 这种针点 哎是这个固守那里的敌人 哎这个可能会好用一些 因为我们自动锁定目标了以后 然后稍微轻轻推摇杆 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抱头 这地上有一把喷子 虽然我比较爱用喷子 但是我还是选择备用武器是手枪吧 然后这把M16呢 因为有榴弹发射器 所以还是 哎应该是叫M16啊 这个武器我不是很了解 大家不要喷啊 但是大家可以在留言板里说说 哎给大家分享一下知识 哎这里固定是这个来两个送死的敌人 所以你在那蹲着手就行了 哎这里的话 建议直接从左拐 哎左拐的话 这里敌人的这个就很稀疏了 如果我们先冲过去的话 这个敌人就不会建议队友 进行火力压制 否则的话 从右边这条路走 哎跟着你的队友走的话 非常容易就是敌人就是这个冲上来了 哎这敌人数量就比较多了 注意掩体 哎适当的情况下 一定不要说就是总是用金苗 哎这个粗苗金苗都交替的用 近距离的敌人还是用这个粗苗好 就是端枪 不不不这个不瞄准 萌射其实也是一门技术 这个比较远的敌人就可以用这个金苗了 如果是跑动中的敌人 你想打中他的话 其实也没有必要 因为他跑动的时候 他打不中你 所以你也不用打中他 他固守的时候 哎你的枪法又比他好 哎像这种固守的敌人就比较好对付 这个操作还是要练的 我这个第一关没玩几遍 哎这还有个漏网之鱼 检查一下武器 稍微看看这个周围的敌人 有没有清干净 然后检查武器 准备进门 这个细节非常好 这个冲进去两个人配合 其实描个大概就行了不用描那么准 这个表子也是个一定要都干掉 装死你也没有强 哎这里又要注意 如果是在为难路线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死的 敌人火力也非常密集 所以我们这个移动的时候 哎忙射 不管打不打中目标 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不容易向你开枪 哎这也算是一个军事 这个战场上的一点小常识 小知识 哎你让火力压制的时候 这个给自己打着两户的移动 哎这样比较好靠近 这里的也是非常激烈 我们要这个稳扎稳打 一点一点靠近 坟迪地杀也可以 主标冲太快 因为前面的话 敌人数量还是挺多的 哎当我们走过这个门口的时候 哎跟着这个应该是沃尔曼吧 跟着他走的时候 这个哎是五字啊 哎看这个有纱门打开 会进来大量的敌人 这时候我们准备一发榴弹 然后一发打出去就都解决了 一人蹲一个脚 看着这个交叉火力的话 这样他敌人就看的都比较清楚 比较容易清单点 哎到这里的话 就是进入敌人的基地了 哎这里的话 敌人的火力也是非常密集 我们要这个 不要硬上啊 因为这个卡洛斯 他一会儿他的这个友军 哎就会过来给你进行这个火力支援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这个 随便打打就可以了 保住命 哎没有问题 哎就等卡洛斯 哎我们把枪放回去 来了 我们看这个这么多的火箭弹 在这里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等 没有什么事情 哎有个BTR 这里一个装甲车的话 我们也不用硬上 我们等一会儿 卡洛斯他们会帮我们干掉的 在这等着就可以了 保住命 小心周围的这些敌人的这些残党 哎 这个 我过这里我想起 这个 车身之乐堂场的一道 接下来的话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 这个容易死不了 即使在微弹度下一样 虽然我们看这个角色 这个火炮非常猛 但是我们一路冲 一般是死不了 这个人品在50%左右都不会死 一路冲就行了 我跑第一名 这个不公平 我冲到前面给我一炮 到这里我们会操作重机枪 这个重机枪是不会过热的 所以我们可以一直爽开 也是从里这个如果是远距离 你想打金的话再用金秒 近距离敌人的话还是用苏苗吧 相当于油桶啊敌人比较密集啊 这样的 像这样距离比较近了 我们就用苏苗 这个子弹散射 而且这个射速这么快 非常容易就冒的 这个威力真的非常大 这这应该是什么枪 看的子弹口径也很大 反正这个打一枪以后都打打 打成碎块了 这个后面这些不以打人为主啊 打这些军事设备 像什么这个卡车啊 油罐车或者说是炮台 这些ZPU中的枪枪台也是 还要干点 还有这些小木屋 在里面还有一个枪枪台 看来这个 迷信牺牲自己 还来这个帮我们打出一条路 轻轻? 轻轻? 轻轻轻 你 Mason? 轻轻轻 我认识了 这一切就好了 脱落了 好 我哪里 卡斯特罗 这几个历史确有欺人 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百度一下 我觉得我这个翻译要是不好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作为一个高中以后 隐隐就没有及格过的人 所以你们要是喷翻译的话 这个我脸皮厚 本身隐隐就不好 我是百度有道 这个谷歌什么都往上上 那么好 我们这一段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